到最后 今天最后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工作当中 可能用到统计学的地方 那首先 最主要的是A-B测试 我们分析师 很多的工作内容 都是在做A-B测试 然后A-B测试当中 就像我之前的流程介绍的 假实性检验 可能是在最后一步 当我的数据上线了之后 拿到了之后 我去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得出一个计算的结果 这是我们做假实性检验的一部分 但是过程当中 包括我前期的一个目标的设定 指标的选择 我怎么样去选我的样本 怎么样去做流量的分割 包括我后面拿 算出来的结果之后 我怎么样去分析我的结果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甚至是给出一些政策上的 或者是方案上的调整 这个是我在 这个才是分析师工作当中 更主要的部分 也就是说 其实我这门课程一直在强调的就是 大家学习这个统计学知识 首先它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也 大家不需要去说 把那些公式都牢牢的死机硬背 因为有很多的工具 帮助我们理解 我们最主要的是要理解这个统计学背后的原理 这样的话才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套流程 我们为什么要去 我们怎么样能够根据它这个检验的结果 得出我们合理的假设 这个就是统计学在AB测试当中的一个应用 然后另外两点应用呢 就是对于数据质量和建模的一些应用方面 那当然很多 通常情况下商业分析师 很多公司 很多岗位的商业分析师 他可能对这方面的涉猎不是很多 但是有一些公司 他可能对分析师 有的时候会参与到这个建模的过程当中 那建模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选择数据 因为要有很多的数据输入到这个模型当中 所以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个输入进来的数据质量 是高质量的数据 那怎么样去判断这个数据质量高低 那这里面就会用到很多统计学的知识和指标 然后用通过这些指标来检验 我这个数据质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能不能够放到我的模型当中 那这是一部分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我这个模型建出来了之后 我怎么样来判断我这个模型的效果是好还是不好 或者是说我有两个模型 我两个模型之间哪个效果更好 应该用哪一种 然后包括就是我这个模型去做监测的时候 他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模型再去 觉得不好了 应该再去调整一下 然后什么时候这个模型还能够继续应用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 这些工作当中都会涉及到一些统计学的知识 当然因为这门课是一个面向 就是初期分析师的一个课程 可能很多同学他们也没有就是统计学的背景 所以这两块内容的话并不是在课程当中 并没有很多的设计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们在 实际的工作当中 包括如果你们以后真的是作为一个数据分析师了之后 在工作了几年之后想要有一个进一步的发展 或者是自己有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统计学在这方面也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 然后第四点就是说我们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虽然多数情况下是接到需求 按照这个需求我们去做我们的工作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需要去自主探索的一些命题 然后在这些命题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用到一些统计学的知识 那这些里面主要就是在做自主性命题的时候 除了就是做一些 比如说我们去发现业务当中的问题 然后去做一些合理的指标的拆解 这种工作以外 有的时候可能会用到 可能会涉及到让我们去做一些 自己做一些简单的模型 那就是在做模型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课程中提到的时间序列 限迹回归或者是逻辑回归 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用到统计学的知识 那就是 所以说就是统计学在工作当中 主要就是在 根据我的经验 就是主要是这四方面的应用 一个是AP测试 一个是在建模的时候对数据质量的检验 然后一个是对模型效果的检验 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探索性的命题的话 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些统计学的应用 这个就是 我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工作当中对统计学的一些知识 那最后还是想说 就是作为一个数据分析师 尤其是初期的分析师 商业分析师来说 我们最主要的分析是对业务的分析 那统计学是一个工具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现场的软件 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很多的这种 大批量的计算 我们对于统计学的要求就是 你一定要了解 统计学我们为什么要会统计学 统计学背后的原理 这个是最主要的 然后在实际工作当中 最主要的是对业务的理解 能够发现它的问题 能够解决它的问题 那统计学也 其实也只是解决问题当中的一个手段 大概就是这些 那么